绿营对台湾会不会过度亲中一直是很忧虑 多位民进党大佬共同发起了反义中雇主权连线 今天成立他们大力批判马政府也暗批谢长廷 并且呼吁民进党要走出自己的路 过去曾以个人身份登陆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与大陆展开正式接触 想要为民进党与大陆的关系提出新的论述 不过谢长廷的做法与言论 部分党内人士很有意见 民进党有决定的人 要说什么总统 说如果没有去跟中国好心 要去交代后才要去中国 我们以后总统就要算 就是有可能帮助我们来做总统 说不到没有信心的 我们一定要用国庄方式 来给它表面的影响 我们将得罪恶恶恶多 希望民进党能走自己的路 陈唐山在台湾反应中 雇主权连线的成立大会上 按批谢长廷蔡英文等人 谢长廷办公室回应说 接触不代表统战 希望外界不要多做文章 在两岸的互动方面 那么让台湾的同胞 能够感觉到民进党是务实稳健 民进党没有要放弃 对台湾主权的坚持 尽管党内立委跳出来帮忙缓加 但对于党内有人认为 台独建国没有市场的说法 立云大佬非常有意见 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是我没说的 那台湾独立是一个实在的现象 我们现在努力 就怎么样把台湾这个国家正常化 要不要与大陆互动 民进党内部有不同立场 但提不出两岸政策明确方向 向来都是民进党的弱点 两岸论述未来该怎么走 在五月全呆会上将会出现角力战 以抢占党内两岸论述的主导权 雨电TV陈明彦正希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